李總傳男PC 中氣不足此神虧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 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隨著一句中國夢,人大十二屆第一次會議正式閉幕 而期待已久的新總理記者會亦都隨即召開 吸引了百百多個中外傳媒出席 有女記者趁PC沒開始,趕快補回個妝 希望有幸給李總音點提問,用個最漂亮的樣子來見人 西裝骨骨,李克強一拖四位副手一起入場 振勇就厲害了,不過四位副總理都只坐著報警版紙 全場107分鐘都由他Solo 我們將忠誠於憲法,忠誓於人民 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 整個記者說幾個字就停一停 口下氣,無氣無力,難怪有某文說 新總理眼圈發黑,講話忠氣不足,目測神規 手勢還多到呢 整個記者都沒有什麼爆點 由一組被安排的中外媒體 問了11條籠統問題 政治改革竟然沒有人問 問反貪反腐已經算是最尖銳的問題了 三、一是政府性的樓堂管所 疑慮不得刑解 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直減不增 三是公費接待 公費出國 公費購車 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延出必行,說到做到 講到個人經歷的時候 就用到恆大道文為本 離天下的九字經作答 米體笑這幾隻字 分別出自禮記、尚書和萬字 博士總理果然不是浪得去明